自从经程委员,高厄补定刊行后,《红楼梦》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艺术表现,影响巨大,因为曹雪芹原著只有80回流传巫事,后人都希望能够弥补这个遗憾,因此,大量《红楼梦》叙述应运而生。 首先是陈伟源,高厄等人,在堪客发行《红楼梦》时补其了后40回,并且号称是多方搜集得到的曹雪芹原作,但其在艺术水准和情节呼应等方面,于前80回有明显的差距,所以,一般认为这后40回是他人补作的。 《红楼梦》在不断被人用作叙述题材的同时,也经常被改编成戏曲曲艺节目。 《红楼梦》之中的经典片段,如《黛玉藏花》,《秦文补球》被搬上舞台的兵率很高,由徐玉兰、王文娟等人主演的乐剧《红楼梦》还拍成了电影,深受广大观众欢迎。 后来,《红楼梦》还被改编成了电影,电视剧,从过去的戏曲、诞词到当代的电影,电视,诞生了一批以《红楼梦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。 当然,学术界也非常重视《红楼梦》这部传世剧著,从早期的《枝燕斋》评语,到后来的评点派,从所引到新红学,红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。 《红楼梦》还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文字,在海外汉学界和海外广大读者中,享有崇高声誉。 《红楼梦》自问世以来,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的目光,他们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研究《红楼梦》,甚至有些人把毕生的经历都投放屋研究《红楼梦》中,在众多研究者长时间的积累努力之下,专门以研究《红楼梦》为中心的一门学问洪学诞生了。 如果把早期的评点,提勇也算在红学研究的范围内,那么红学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的风雨,其间经历了杂评、评点、提勇、索引、新红学等多个研究阶段和派别。 当代红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,向着更加系统化、多元化的方向发展。 具体说来,红学的研究范围大致包括,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思想意义、艺术价值、创作经验、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、红楼梦的版本、探议、知评等。 红学已经成为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哲学、美学、文艺学、版本学、考古学、普蝶学及家普学等多种学科的广阔领域。 红学博大精深,还有许多问题有带来者去研究和探讨。